以色列,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国家,位于地中海,总人口884.2万人,是世界上唯一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,犹太人口共637.7万人。 以色列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,对于科技的发展贡献相当大。 研发产业中最知名的是军事科技产业,在农业、物理学和医学上的研发,也十分知名。 以色列2018年,GDP总量,为3693.79亿美元,增速3.3%。 这个成绩在中国是处于什么水平呢? 3693.79亿美元,换算成人民币约为2.444万亿元。 约和同期中国的深圳市相当,也和中国的陕西省相当。 以色列人们只有800多万。 深圳有1000多万人口。 人均上以色列还是很高的。 达到4.16万美元。 以色列是一个很聪明的国家。 24%的以色列劳动人口拥有大学学历。 这使以色列成为工业国家里学历程度第三高的国家。 仅次于美国和荷兰。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为强大、现代化、经济发展最高的国家。 属于发达国家。 尽管沙特、卡达、阿联酋等国的人很富裕。 但他们都是资源型国家。 是能算是富裕国家。 不是发达国家。 以色列在军事科技、电子、通讯、计算机软体、医疗器械、生物技术工程、农业。 航空等领域,具有先进的技术水平。 被视为中东世界里经济发达、商业自由、新闻自由和整体人类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。 以色列还有他们引以为豪的十四位诺贝尔奖得主。 以色列是中东实现科学灌溉的国家。 在那个水资源匮乏的地区。 充分利用现有水资源。 将大片沙漠变成了绿洲。 不足总人口5%的农民,不仅养活了国民,还大量出口优质水果、蔬菜、花卉和棉花等。 1990年代前后,以色列接纳一百万来自世界各地地犹太移民。 其中大多是教育程度甚高,充满创投精神的高科技人才。 对于以色列,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? 欢迎评论。